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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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賴政棠老師 在學完這個向量的內積之後 其實我們在以前學過的直線方程式 其實跟向量也是有莫大的關係 接下來的章節為各位同學介紹的是 以往我們學過的直線方程式 跟直線的法向量 會有什麼樣子的關係 好 首先我們來複習一下 在座標平面系當中 我們說描述一條直線 怎麼去描述它 第一個 我們必須要去描述 直線L傾斜的情況 如果我知道它傾斜的情況 是什麼樣子的方式之後 還不夠 如果我可以再知道 它通過某一個定點 比如說這個畫面上呈現的A點 此時這條直線就唯一確定 所以直線傾斜的情況 跟通過的定點 一旦我們知道了 直線就確定了 那我們就回到這個 以前我們怎麼去描述 直線的傾斜情況 那複習一下 以前我們用的方法是斜率 還記得嗎 直線的斜率怎麼算 就是在直線上取向E的AB2點 然後他們坐標的 X坐標X還有Y坐標X把它算出來 那我們就定義 斜率就會是X坐標X分之Y坐標X 我們以斜率來描述直線傾斜的狀況 那接下來呢 因為我們今天 既然學到了向量 其實呢 同學應該也可以不難想像 向量也可以描述直線傾斜的一個狀況嘛 好 那怎麼用向量來描述直線傾斜的狀況呢 我們來看 我今天一樣在直線上取AB2點 那AB2點呢 當然它就決定了 像這個畫面上所呈現的AB向量 那我們就會發現 此時AB向量跟直線L是互相平行的嘛 因為向量其實它可以平行移動 但至少它是平行的 那我們就說 AB向量就會是直線L的一個方向向量 方向向量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介紹什麼是直線的方向向量 好 今天呢平面上有一個U向量 那我說它是直線L的方向向量 表示它跟直線L是平行的 於是這條直線的方向就決定啦 那當然同學也會發現一件事情 那我今天如果是負兩倍的U向量呢 是不是也跟L平行 沒錯啊 那三倍的U向量呢 當然也跟L平行嘛 所以它們可不可以稱為L的方向向量 當然可以 只要是平行的向量都可以稱之為方向向量 於是我們就說 如果今天呢 U向量是直線L的方向向量 那它的R倍其實也都可以是直線L的方向向量 當然其中這個R倍的R不能是等於0嘛 好 那在講完直線的方向向量之後呢 我就要去定義直線的法向量 好 那什麼叫做直線的法向量呢 其實是這樣 我們今天呢 在直線L上面呢 我們取一個方向向量 U向量 那我們就說 如果這個平面上呢 有一個向量 叫做N向量 它是跟直線L的方向向量 U向量垂直的話 那我們就說 這個N向量就會垂直直線L 那N向量垂直直線L呢 其實我們就定義它就稱為直線L的法向量 好 那這個法向量介紹完之後呢 其實呢 我們就來做一個總結 法向量可不可以描述一條直線傾斜的方式呢 我們看一下 如果今天平面上我們知道有一個N向量是直線L的法向量 那L的這個傾斜方式其實也確定了 好 由這個畫面上我們來看 既然是法向量一定要跟直線垂直 所以它傾斜的方式一定是如圖所示 當然它可以平行移動 直線的位置還沒有固定 但至少直線L的傾斜方式也已經被法向量所決定 再來 我們一樣的 那2倍的N向量也會垂直啊 對不對 -3倍的N向量也會跟直線L垂直啊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 今天N向量呢 如果是直線L的一個法向量 那麼R倍的N向量也會是直線L的法向量 當然R也不要等於0 好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要介紹這個法向量呢 好 原因是因為它會跟我們以前所學過的直線方程式有密切的關係 好 比如說在這一題裡面 我說 如果直線L的法向量N向量是3-2 直線的法向量 而且直線L通過A.51 求直線L的方程式 好 透過這個法向量其實直線L的傾斜方式就決定啊 又有通過的A點 所以這個直線L的直線已經就決定了嘛 那怎麼去求 來 我們說 方程式就是直線L上面任何一個動點 既然是動點 它的XY坐標一定會改變 那它不管怎麼改變 只要它是在L上 一定會滿足一個關係式嘛 那我就是要把動點的XY坐標關係式給求出來 就會是直線的方程式 好 今天我假設P點在L上 它是一個動點 坐標是XY 那不管我們這個P點怎麼動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P點跟A點所形成的向量 也就是AP向量 就會是直線的方向向量嘛 那它一定會跟法向量互相垂直 所以呢 P點只要在L上 那AP向量一定垂直法向量N向量 那我就透過這個關係 求出XY的關係式 好 於是呢 向量的垂直就是內積等於0 所以AP向量呢 我們就知道它是X-5Y-1 DOTN向量3-2會等於0 那利用內積的這個坐標表示法 就可以算出3X-2Y-13等於0 那這個就是動點的XY坐標的關係式 也就會是直線的方程式 那各位同學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呢在直線的方程式裡面 X跟Y的係數3-2 是不是就是剛好是題目跟我們講的 直線的法向量的這個向量坐標呢 所以直線的法向量跟直線的方程式 它是有這樣子的係數關係 好 所以呢做一個總結 說假設直線L的方程式是 AX加 BY加C等於0 那我們由係數XY的係數AB就可以知道 則向量N向量坐標是AB 就會是直線L的一個法向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立體演練 他說假設直線L的方程式是 6X-4Y加9等於0 那下列哪些向量可以是直線L的法向量 好 那首先呢我們就可以由剛剛講的 直線的一般式的XY的係數 就會是它的一個法向量嘛 所以我們把它6-4拿出來 所以我們說N向量如果等於6-4 那它就會是直線L的一個法向量 好 所以這個A是對的 當然啦 6-4是其中一個嘛 我們剛剛也講過啦 你知道一個法向量 它的R倍也都可以是法向量 只要R不等於0 所以最後我們會發現 A這個答案6-4是其中一個 因為這個時候R是1 好 再來呢 C這個答案也會是法向量 也就是說R帶1 2的時候 1 2倍的N向量就會是3-2 再來D R等於-1的時候 就會得到另外一個法向量-64 好 所以答案就是ACD 好 再來最後我們來看到 在直線的法向量呢 可以應用在計算兩條直線的夾角 兩條直線的夾角的關係 那首先呢我們來看到 這邊有一個題目 這個L1的方程式是Y等於X L2的方程式是Y等於-X 而由直線的斜率 我們發現L1的斜率就是1 L2的斜率就是-1 那以前我們學過啦 當斜率相乘等於-1的時候 表示什麼 沒錯 表示兩個直線是互相垂直的 好 我們利用直線的斜率 可以判斷它的垂直關係 那今天我們來看 今天這個直線L1的方程式 我們把它寫成一般式的形式 X-Y等於0 那我們就知道 直線L1有一個法向量 叫N1向量是1-1 然後呢 L2寫成X加Y等於0 那它的法向量就是N2 這個1-1 那我們來看到 其實啊 N1N2是兩個法向量 我們發現它的內積是多少 經由計算的結果是0 我們就發現 這兩個法向量它也是互相垂直的關係 所以呢 我們就說 這個L1跟L2也會因此互相垂直 也就是說在這個概念裡面 老師用的是法向量的夾角 去計算直線的這個夾角 好 那我們來看到 法向量的夾角跟直線的夾角 是不是真有這樣子的關係呢 首先我們來看到 螢幕上有兩條直線 那這兩條直線的夾角分別 一個是CTA1 一個是CTA2 一個RAID角 一個鈍角 那我們來看到 這兩個直線的夾角會有兩個 如果它不互相垂直的話 一個鈍角一個RAID角 但是呢 我們看這個直線L1的法向量 如果是題目上畫的這個方向 L2的法向量是這個 題目上的藍色的向量的方向的時候 我們發現它的夾角就會是CTA 而CTA加上CTA2 就會等於180度嘛 那我們就知道CTA呢 其實就會等於CTA1 那這邊跟我們講的東西就是說 兩條直線的法向量的夾角 其實它就會等於這兩條直線的其中一個夾角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立體演練 它說求兩條直線L1 3s加2y等於6 跟L2s減y等於0的兩條直線夾角 好 首先我們把這兩條直線呢畫出來 那L1呢就是桃紅色這條直線 L2就是黃色這條直線 那首先我們看到這個L1的方程式 3x加2y等於6 我們就可以直接找到L1的一個法向量 3x2 這邊老師以N1向量來表示 那當然這個法向量的長度 經過計算就是根號13 那各位同學要記得 平面向量我們可以把它畫出來 所以呢 N1向量是3x2 表示它向右3向上要2 所以它會像螢幕上呈現的往右上方直 而且它會垂直L1這條直線 相同L2的這個法向量呢 我們就取作是N2向量 那就是1-1 而它的長度就是根號2 那我們把N2向量呢把它畫出來 第一個它會垂直L2 第二個它的方向是向右1向下1 所以呢它會是向右下方所指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發現 這兩個向量的夾角呢 就會是螢幕上呈現出來的θ角 那這個θ角就會是兩條直線的其中一個夾角嘛 那我們今天就利用這兩個向量的內積 來算出θ 所以呢我們就知道N1向量.N2向量 會等於N1向量長度乘N2向量長度乘cosθ 那我們再利用這個向量的內積的算法 等號左邊是利用它的這個向量座標來算 所以是x分量的乘積加y分量的乘積 3乘1加2乘括號-1 會等於長度根號13乘根號2 再乘假角的余選值cosθ 於是呢我們就可以得到cosθ呢 就會等於根號26分之1 當然我們利用計算機呢 大概可以估算出它差不多是cosθ是0.20 那於是呢就利用反三角 我們就可以算出θ差不多是78度 而這個78度是兩個法向量的夾角 那我們來算出這個直線的夾角就可以知道 它的夾角有一個就會是78度 那另外一個頓夾角差不多就是102度 以上呢就是老師為各位同學介紹的直線方程式 跟法向量之間的關係 那希望呢同學對直線方程式呢 會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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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